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探月工程的肯定,更是民族文化对于登月的畅想,我国的探月工程,被命名为嫦娥,这两字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浓缩,因此,谈到登月,国人总是多一份的激动,另一个国家也谈登月,这个国家就是美国。 作为人类历史上,第一个,实现在人登月的国家,美国人谈到登月同样是豪情万丈,在人登月代表着美国航空科技的顶峰时期,在美国人心理分量很重,也因为此,美国人对于中国人进行登月,有着另一层的感受。 那就是不适应,不适应突然出现一个国家能和自己一同站在航天科技的顶峰。 近日,美国航天局突然向外界发布消息称,美国已经向国会提交报告,准备重新登月计划。 该计划打算最早2023年,重新实现载人绕月飞行。 该报告还预测,美国大约在2030年,重新实现载人登月,安排宇航员重新抵达月球。 美国宇航局的野心不止于此,美国宇航局称,载人登月并不只是重新获取载人登月技术,更多的是炎症未来火星登陆技术。 1969年7月20日,阿波罗载人登月成功实现,按照美国人打算的2030年再次实现登月,间隔了61年,长达半个多世纪。 问题来了,美国人在干什么?如果美国人认为登月很容易,为何当初会放弃?现在又辛辛苦苦地捡起来。 从这些问题中,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认识,美国人当初登月的目的并不单纯,可能是当时其主要目的。 但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冷战,为了与前苏联抢战和禁制高点,如今的美国变了吗? 显然没有,就拿美国宇航局的这份报告中的话来看。 报告中提到,探索项目的五项优先事项,将确保美国在空间科学和探索方面的持续领导地位。 可见,这次所谓的再次登月,依旧与登月没有多大的关系,真不燕子的成分还是很大。 那么,美国人可以按他所说的那样,在2030年时现在人登月吗? 彼者认为可能美国人想得太乐观。 在技术上,我们承认美国人拥有群套的登月技术,捡起来很容易,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帮助下,美国再人登月技术还可以有新的进步。 那么,美国的问题在哪呢? 就在于美国宇航局自身,今年来,我们总是可以听到SpaceX的相关消息,但很少听到美国宇航局的航天任务。 这反映出,美国宇航局现在只是一个吃老本的吞接受,美国大笔的预算发到宇航局,几乎听不见什么响动,所以才会有商业航天公司的大发展。 因此,单靠美国宇航局自身,已经不可能完成再人登月的任务。 那么交给私人公司,宇航局提供技术辅助呢? 这样做也不现实,因为,私人公司的股东要求的是钱,钱,钱,除非登月能够带来收益。 否则私人企业是不会去做的,总之,结论就是,中国的登月刺激了美国人,为了面子,美国人将重启登月。 但美国宇航局早已不复当年,利润张扬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专载,合作,请私信联系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